说圣人之学,学到硬程度也是要适当的。 曾子虽然提倡三省五省,这是曾子学派,儒家也有分很多八大派别。 曾子是孔门分出来的一派,三省五省。 强调过头了,实际上,孔子本身他是比较自由的活泼泼的, 跑去据魏国的君主老佛男子,然后呢,他的弟子子路遣着他的时候, 他就会向天发誓天艳之天艳之后,孔子是一个很天真活泼浪漫的人。 到了五六十岁,还这么卖萌,我觉得我有时候挺喜欢孔子这一点的, 保持了某一种天真的一面,他听到讨厌的事情,他会大骂, 拿着拐杖不断地敲地板,然后骂老而不属,视为贼。 孔子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,真正的儒家信徒是不压抑自己的天性的, 像那个曾国藩在日记里面严格要求自己,我觉得那种都是走了邪路。 他为了接近大多数人心中眼中的圣人形象, 反而对自己要求的太过了,要被这些后世的这些儒邪之徒所欺骗, 认为儒家就是那么依附,那么疏忽天性。 先秦的儒家是不疏忽天性的,子路要死的时候也是很装逼的, 他在战场是失败了,被敌人追杀了, 然后敌人要来砍他,要来杀他的时候,他就大喝一声,给我站住, 然后敌人一愣,你到底想干嘛? 他说,我失败了,我认输了,但是在我死之前,请让我把这个关带系好。 他也不再反抗了,他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头上的关摆正了, 然后呢,集散了关带,就是让敌人把自己的脑袋砍下来了。 这就是贵族,死之前要死得从容不破,战败了,也承认这个命运不会搞得很狼狈啊。 儒家是有这种气质的啊,面对死亡啊,从容不破啊,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。 读这个大学的,他就讲了一个道理啊,道并行而不备,什么意思呢? 儒家、华家、老子啊,虽然各自的道不同,走的道路不同, 但是大家呢,都像是各种不同江河的流水,最终会流到一个地方去,道并行而不备。 儒家里面提倡的是一个宽容多延的概念,是一种包容各大学派的概念。 儒家学派里面混杂了很多东西,他包容了法家,包容了杂家,包容了道家,所以他极大成了啊。 所以你希望从儒家里面分析出这个延教旨啊,实际上不成立的。 孔子里面没有要求他的信徒,必须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啊,孔子只要求大家要将心比心,要要有人心啊,人心是什么意思呢? 人就是你要将心比心啊,要把自己的处境跟别人处境比比看,不要总是苛责别人啊,你如果说这种思想也叫做延教旨主义,那么我不知道怎么什么是延教旨主义啊。 所以呢,孔子比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开明,还要开通,希望大家好好读轮椅。 孔子是一个天真的,活泼的,有趣的小老头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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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